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超声波发声器的电路 这个超声波发声器这块板是非常大的 只不过在手机里看不出来它的大小 首先我们看这个位置是有一个PFC电感 正常是有功率管的 但是它没有设置 所以它通过电感构成了无元PFC电路 串在整流桥的正极输出与这个滤波电容之间 这个是滤波电容前边的一个高屏抗干扰的电容 下面我们把它卸下来看看它的整个构成 好,这块PFC电感的板子拿下来了 我们看看下边 这一段是交流输入端 220V输入端 这是保险 这是压敏电阻 这是插膜抗干扰电容 共膜抗干扰电感 共膜抗干扰电容 切放电阻 插膜抗干扰电容 共膜抗干扰电感 这还有一个保险 然后这是整流桥 这是NTC热敏电阻 扛浪涌的 这又一个滤波电容 整流桥 整流以后 就加到这个300V滤波电容 是通过PFC电感 加到这儿的 这个是超声波输出的变压器 与这个 应该说是电感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变压器 与它的初级串联 它有一个次级 次级 通过这两根线输出 然后通过这四个二级管 整流 当然通过这个电阻线流 通过这个电容滤波 再次把这个电压 加到了这个300V滤波电容上 这个端子 与这个端子是连通的 和这个端子 是我们这个大的变压器输出 然后串上这个电感以后的 这个输出端 这个端子和这个端子 中间是隔了电容的 这个是电流取样的 这个同样是电流取样的 下面我们把这个上板卸下来 上板卸下来了 这个侧面还有一个驱动的小板 这个驱动的是用中功率管 和这个电感 这个实际上是也是变压器 驱动变压器组成的 来驱动我们这四个大功率的长管 这个位置有一个管子 它是热保护的管 它属于常开的 当温度达到65度的时候 它就闭合 有点像积电器 这个蓝色的变压器呢 就是整机供电的变压器 它输出三路 通过一个两个三个整流桥输出 一个正12V 一个负12V 还有一个单独供的12V 给后边供电 这四个功率管与变压器组成了IG桥驱动电路 通过这个电容来驱动这个变压器 另外这部分是从前边取得电压 经这个7812降压以后 输出一个12V 通过后边的驱动三机管来驱动这个积电器 上电瞬间是通过这个NTC热敏电阻 给这个电容充电的 当电容电充满以后 后边正常工作的时候 这个积电器吸盒来给整机供电 这个就是超声波的主控板了 它用了两个MCO 还有一个 这个是频率发声的一个小芯片 这个小芯片主要是提供时钟信号的 它能够在0到100兆之间提供频率信号 来同步我们这个UCC3895 UCC3895它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它输出四路驱动信号 刚才通过我们这个驱动板 来给这个大的功率管提供驱动电压 用大的功率管来驱动这个变压器 输出电压以后 通过这个电感串联以后 给我们的输出阵子 这个UCC3895是通过MCO控制的 另外通过MCO给这个芯片 写入相应的程序 它就会输出不同的震荡频率 从而加到UCC3895 输出不同频率的驱动信号 从而使这个超声波发声器 输出不同频率 这边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端子也就是这个上板 有很多电流取样 电流取样 以及这个位置有电阻反馈回去的电压取样 通过取样以后 通过这四个端子 实际上是三个端子反馈回来 然后通过我们这边的0847 这个运放进行放大 这还有一个乘法器 放大以后 反馈到我们的MCO 检测这个电流电压 这个就是外部输入的12V 经这个7805降压以后 给MCO供电 同时这还有一个拨码开关 来设置它的不同工作状态 这还有很多端子 有485的端子 另外还有显示屏的端子 这个位置我们刚才说过了 通过这个变压器输出三路电压 通过整流桥整流电容滤波以后 通过这里的7912 7812 输出正12V和负12V 向后继供电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